你之前也有在平面投書嘛 就是說談到烏惡的局勢 但是有人認為說你在裡面沒有提到說是烏克蘭不對還是俄羅斯不對 我沒那麼偉大可以評斷 因為兩邊的戰爭都還在進行 任何一個戰爭會發生都非常的複雜 那我們要重要的是 我們不能用看這這樣的心情 我們必須要想到我們當前跟中國 有什麼樣的學害生活需要 因為戰爭而全面毀滅嗎 我們還來著思考的時候 大家要從這個角度思考 會不會覺得現在其實兩岸關係還是特別的緊張 有點挑釁的意味還是一直存在的 從俄乌戰爭大家都知道戰爭會很可怕 那全世界也就從俄乌戰爭連繳到台海的危機 那因為兩年多來的疫情 可能我們在台灣的人也是因為戴口罩 所以聲音都不見了 事實上我私下所瞭解 人人都害怕戰爭 正常人都應該反對戰爭 那反對戰爭要備戰 那同時要避戰 我想我們國防部在避戰方面 在備戰方面應該做好準備 可是我們似乎可以要求大家更要避免戰爭 那如何避免戰爭就需要靠智慧 也要了解歷史 過去的錯誤我們不要重蹈 今天剛好是馬關條約簽訂的日子 年輕的朋友大概都忘掉了 今天我們舉辦這樣的活動 就是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真正的起源就在馬關條約 為什麼當年的輕艇跟日本戰敗 把台灣當作戰利品 我們年輕的一代要繼續這個歷史教訓 難道你還 忘掉馬關條約 你必須要承擔 台灣會不會再次變成別人的戰利品